12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波兰总理谢德沃 习近平指出 波兰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牢固 中方视波兰为中国在中东欧和欧盟内的重要合作伙伴 愿同波方一道不断充实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 扩大两国政府 立法机构 政党对话 坚持互尊互信 平等相待 保持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大方向 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物流 金融 环保 高技术等领域合作 推动双边贸易更加均衡发展 要加强文化 教育 旅游 地方等领域合作 促进人文交流 习近平强调 中方赞赏波方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双方要深挖一带一路倡议同波兰国家发展战略的契合点 推动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合作不断深化 中方希望波方在欧盟发挥积极作用 推动中欧关系深入发展 中方主张将16加1合作打造成一带一路倡议融入欧洲经济圈的重要接口 中欧四大伙伴关系落地的优先区域和中欧合作新增长级 希望波方继续推动16加1合作做大做强 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欧合作在中东欧地区得到更大发展 谢德沃表示 习近平主席去年6月对波兰的访问 有利促进了波中关系发展和两国互利共赢的合作 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均衡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对波兰非常重要 波方愿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 开展投资 高技术 旅游 文化等领域合作 相信这将有利于促进波兰和欧洲同中国的互联互通和贸易 王滬宁 栗战书 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完成了 让它分开中间的一路建筑 就是这样的一路建筑 是最后的一路建筑 是我们在一路建筑,但有一路建筑 是有来的 si 把这路建筑 是有来的 好多的一路建筑 这个建筑 有来的建筑 在一些说明的建筑 在建筑 我建筑 有来建筑 有来的建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